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每天喝姜汤或吃辣椒 会不会伤眼睛和伤胃 好 眼睛会伤眼睛是吧 那我常常叫患者 都吃有时候一两斤的 那不是都瞎掉了吗 你有没有看到眼睛瞎掉了 没有啊 我们这里的眼睛都很好 所以姜它没有致病的功能 我再讲姜没有致病功能 姜就像汽油一样 没有空调 导航 音响系统 都没有这些功能 姜只是一个人员 就像汽油一样 那是汽油要透过气质的运转才会产生 同样姜要透过怎么样 我们身体的运转才有修复能力 不是姜有致病功能 既然没有致病功能 同样它也不会让你怎么样 吃到眼睛模糊啦 吃到怎么样 它讲姜会怎么样 伤胃 它伤胃 姜会伤到胃吗 也不会 那就讲到它的功能 所以姜没有 姜没有这些功能 那如果喝了有什么问题 一定是怎么样 体伤没揉开 揉开之后再温敷喝姜汤就没事了 好 感谢观看